那第一个部分呢是变量啊 到这个地方呢就结束啊 那么接下来呢来进入第二部分 叫条件判断语句 那么在看条件判断之前呢 先看一个梗啊 这个梗呢 呃比较有意思 老婆呢给这个程序员 当程序员的老公打了电话 说下班顺路买一斤包子带回来 如果看到了卖西瓜的买一个 当晚呢程序员老公手捧一个包子进门 老婆生气了啊 说你怎么就买了一个包子 老公说因为看到了卖西瓜的 这句话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想表达的含义是 不同的人可能对于这句话理解是不一样的 不同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没毛病 但是会有很多种理解方法 啊 咱先来往下读一下啊 那后面呢 还有一段话 说程序员呢 把老婆这段话的需求呢 他分析一下吧 把程序员真实话分析一下 买一斤包子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需求 确定无疑的一个选项啊 那么无论后面是什么条件 应该都会去买一斤包子 这才对的 但是看到卖西瓜 这是个条件 没问题吧 是个条件判断 后面买一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需求 买一个什么东西他没说 所以买了什么呢 需求没说呀 用户呢 把这个内容当做这个开发人员是默认知道的 也就是说他老婆说这个话 他以为程序员应该能听明白 可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合格的程序员呢 应该是能立刻去理解这个想买个什么东西 要不然这个程序我们没法写 所以笑话里面这个程序员是个不合格的 因为他搞错这个需求了 那么起码说是不积极负责的 在没有明确需求的情况下 他只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完成工作了 像刚才这句话 可能会有以下五种的可能 第一种 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西瓜 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包子 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卖西瓜的 当然这个不大可能啊 卖西瓜的是个人 他都不可能买个人回来啊 看到一个卖西瓜的买一个老婆一直想买的东西 其实这个呢 在常人理解一般也不大可能 看到卖西瓜的随便买个东西 这也不大可能 那么其实一排出之后 这后面的三种其实不大可能的 那么比较容易误解的呢 就是前面的两个 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西瓜和买一个包子的问题 那这边的话 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完整的一段话的话 来去用我们的逻辑去描述一下 咱们看看怎么描述 首先呢 如果 然后呢 看到买西瓜的 卖西瓜的啊 卖卖卖卖西瓜的 那么后面的话应该是 那么要干嘛 买一个西瓜是吧 是不是这么样的条件 然后后面这个呢 说如果 看到卖西瓜的 看到 卖西瓜的 那么 那么 那么干嘛 买一个包子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类似于条件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一个条件 条件表达式吧 只不过这个条件表达式呢 是汉字 如果说你用这个 一远 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编程 但是这种东西呢 咱就尽量不要去学它啊 不是什么一个好的写法 当然我们除了用说 一元的这个语法 说它是一个编程 我们可以另外说它 像这种东西呢 它是一个伪代码 伪代码啊 这个呢 就是这个伪代码 那么上述一和二下面的啊 条件 汉字 描述 我们可以呢 称之为叫 伪代码 叫伪代码 伪代码的含义就是 你通过一些 文字描述或者符号 来表示出一个 一个业务逻辑吧 一个业务逻辑 称之为叫伪代码 像有的公司呢 在写面试题的时候呢 咱考虑说好多命令呢 咱记不住 是吧 有的公司比较人性化 你在写这些简单题 你不需要去写对应的代码 你只要把它的伪代码 写出来就行了 像这个呢 就属于伪代码了 这个也属于伪代码了 但是严格一上来讲的话 像这个呢 就属于一个条件表达式了 也是属于条件表达式的一个语法吧 但是这个条件表达式 任正写的时候呢 也不用汉字去写 会用对应的一个英文和符号去写 这个就称之为叫条件表达式 这个两个能看明白吧 它的形式 如果那么买一个 当然后面的话 如果还有其他条件 否则 否则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怎么到怎么到的 那后面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条件了 类似于这样的 称之为叫条件表达式 那条件表达式这个操作的话 在任何的编程语言里面呢 其实都是有的 我们当前学的这个笑呢 也不例外 它也有对应的条件表达式 那么它的条件表达式是怎么样的呢 这里面呢 有以下几个语法 语法一 if condition if condition if是如果 condition什么意思呢 条件的意思 if是如果 如果条件 这个条件成立了 zin 然后或者说那么干嘛呢 你要执行的命令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fi fi就是if反过来了 说明我们这个结束了 fi就表示一个闭合 看着这个语法 是不是和这个看字 有点类似的 结构上类似的 如果if嘛 看到卖吸管的不是一个条件吗 肯定行 然后zin 那么 买一个包子不是一个指令吗 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 可以有其他的 这个就是 它的一个表现形式 这是一个语法 这是一个语法 这个语法可是 然后呢 它可以写成单行 那么什么时候写成单行呢 写成单行的时候呢 一般是指我们 如果想把这个if啊 直接在这个地方运行 直接在命令行里面运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单行了 写成单行的写法是 if中括号 肯定写条件 然后由于是单行 它本身是多行嘛 现在单行的时候 加一个分号了呀 zin 然后呢 zin会不会加上个 命令 comment 又加分号 最后呢 fi结束 结束这个你加不加无所谓了 反正后面没东西了 fi 不是输出结果 是if的闭合 if有开始 它就有闭合 直到这个if已经结束了 要不然的话 假设你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fi的话啊 假设没有 那你如果后面再输出个其他东西呢 输出个123 那到底这个123输出和if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就不得了知了 啊 所以它必须有个闭合 防止你后面还有东西啊 防止你后面还有东西啊 要把有闭合一下 这个是单行的写法 单行写法呢 作为了解就OK了 我们最主要还是记住这种语法 啊 你这种语法如果记住了 单行其实也没有问题的啊 知道什么时候用单行就行 单行呢 一般是啊 在这个命令行中执行的时候 我们需要写成单行 啊 这个时候需要写成单行啊 这是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就类似于这个语法 啊 这是这边的第一个语法 那么除了这个语法呢 它还有像上面那种 有否则的这种情况 有否则的这种情况 那么否则这种语法 if condition zing common的一 common的二 是不是前面是一样的呀 就相当于在云友的基础上 在这个地方呢 又加了一个否则 否则叫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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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否则干嘛呢 哎 你要执行的另外一个命令 哎 这个的话就类似于 这个指令了 哎 如果看到个卖西瓜的 那么买个西瓜 否则怎么着的啊 否则买个包子 买一斤包子啊 哎 否则 买一斤包子 买一斤包子 哎 就类似于这种语法的 嗯 行 这是第二个语法格式 在这个地方呢 多了一个 啊 else 多了一个else 第二个语法 那么第二个语法结束之后呢 后面还有第三个语法 就是说除了如果 那么 否则 否则可能还有更多的情况 所以后面呢 在这个时候呢 又多了东西了 在第二个语法上 又多了东西了 EF 肯定性 条件一 Z 第一个命令 如果符合第一个条件 我执行第一个指令 如果不符合第一个 但是它符合第二个 哎 我让它执行第二个指令 那如果第二个再不符合 那我就让它执行第三个指令 也就是这里面可以有更多的 EL EF EL EF 完全写法就是 ELCEF LCF 太能审 的确太能审了 它没有审成EF就不错了 EL IF LCEF 行 EL SE EF LCF 否则自行最后一个 那其实也就是说 最后一个指令是一个默认指令 当你前面都不符合的时候 就默认走它了 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 举个例子 假设咱今天给一个数字 1到7 那我要判断一下 我得判断这个今天是星期几 那我是不是先判断一下这个数字等不等于1 如果等于1 ZIN 输出一个星期一 ELCEF 那它是不是可能等于星期二 所以输出一个星期二 星期二也不符合怎么办 星期三 如果等于3的话 就星期三 数星期三 那3也可能不等于 再输出星期四 是吧 然后4可能也不等于 再输出星期五 5可能也不等于 星期六 6也可能不等于 输出星期天 那万一这个用户 他输出了个8 最后来个ELCE 你这个星期没有星期八 给他个提示就可以了 那相当于8应该是一个默认值的 这是这种情况 那么EF条件判断的语法格式呢 就这三种情况 就这三种情况 EF 一个呢是一个条件 另外呢是两个条件 再一种呢是多个条件 多个条件 这个语法的话 它是一个条件 这地方呢是两个条件 最后一个是多个条件 那至于用哪一个 最后的话 还是得看自己的实际需要 这个没有固定说 非得用哪一个 到时候看对应的一个业务需要 那么用的比较多一点的呢 还是第一个语法和第二个语法 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业务逻辑的话 第一个第二个 其实就已经够用了 偶尔的情况下 像刚才判断那个星期 你就可以用第三个了 因为它太多了 因为它太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得用第三个了 没有固定用哪一个一直说 没有这一说 条件运算这边呢 咱先认识一下这个语法格式 这边呢咱就不去写案例了 为什么不去写案例 因为后面运算符 12345都会去用这个条件 除了第一个算数的地方不要用 后面的话都会去用到这个条件 所以到时候呢 咱们把这个第二和第三的部分的案例呢 给它合到一起去 到时候下午的话 我们再顺带看着这个语法 再去写后面这个运算符的这些案例 谢谢 谢谢大家